波蘭廢條約 葵北約戰機 升空備戰 歐洲進入戰前狀態 四位總統齊聚紐約 拜登亡酬款 川普悼念警察受擊 巴爾的摩大喬 藏偉申政達利號 與中共有密切關係 炫耀食白食 無證網紅遭通緝 佛州將對老賴門開刀 全美首例 紐約6月徵收塞車費 民眾反對狼勝高 大家好 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30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希望之稱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29日 波蘭總統杜達簽署了 終止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這意味波蘭不再履行 條約中關於限制武裝部隊的數量 和位置以及武器的類型等部署規定 亦不再接受核查 同時歐洲進入戰前準備 29日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攻擊後 波蘭和盟國的戰鬥機升空被戰 請看報導 顯然 波蘭正在為素稱進入烏克蘭 並佔領西部的道路做準備 而波蘭也成為第二個 為被戰而退出常規武器條約的烏克蘭鄰居 外界有觀點認為 這是重要的跡象 3月初 摩爾多瓦因為需要備戰而退出了這個條約 因此 意味著波蘭很快即將進入備戰狀態 因為波蘭註冊有美軍部隊 如果波蘭認為自己即將面臨俄羅斯的攻擊 必須退出歐洲常規武器條約來備戰的話 這樣是不是意味著 歐洲成員國波蘭隨時有和俄羅斯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呢? 目前俄羅斯和波蘭的局勢升級 上星期 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射導彈的時候 越過波蘭領空 迫使華沙啟動了F-16戰鬥機 這個事件之後 波蘭駐俄羅斯的大使 在沒有被驅逐的情況下撤出了俄羅斯 而波蘭外交部副部長表示 北約內部正在討論 在俄羅斯導彈非常接近北約邊界的時候 將俄羅斯導彈擊落的計劃 27日美國表示 已經準備好在發生襲擊時保衛北約 據《雅虎新聞》的報導 29日烏克蘭表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發動了大規模襲擊 99架無人機和導彈大規模襲擊全國各地區 在俄羅斯發動這次襲擊後 波蘭緊急出動戰鬥機 不僅如此 波蘭作戰司令部表示 盟軍飛機也加入其中在波蘭領空飛行 來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導彈襲擊 另外有兩枚俄羅斯巡航導彈 飛向摩爾多瓦領空 烏克蘭和摩爾多瓦邊境附近發生三次爆炸 除此之外 俄羅斯的一架無人機襲擊了羅馬尼亞領土 目前 摩爾多瓦還未加入北約 但是波蘭和羅馬尼亞都是北約成員國 這個令北約和俄羅斯的局勢迅速升溫 29日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發出警告 歐洲已經進入戰前時代 這是自1945年以來從未發生過的最令人擔憂的事 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29日俄羅斯媒體報導 俄外長拉夫羅夫說 不久的將來會發生一件大事 在5月20日之後 可能沒必要討論澤連斯基角色的合法性 烏克蘭大選原定3月31日舉行 但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烏克蘭不舉行總統大選 而俄羅斯上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發表聲明說 不排除不再承認澤連斯基為烏克蘭合法領導人 拉夫羅夫的表態可以看出5月20日前後 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外界猜測 或是不再與澤連斯基談判 逼烏克蘭將他趕下台 或是對澤連斯基發出襲擊 或是在這個日子前後大舉進攻 3月29日紐約來了4個總統 將紐約擠得瑞蝕不通 現任總統拜登找了前總統奧巴馬 和克林頓為他競選籌款助陣 而另一位總統川普去了紐約長島 參加了一位紐約警員的悼念儀式 請看報道 28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克林頓 和拜登聚集在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內 現場大約有5,000人 每個人的門票從200多美元到50萬美元不等 拜登的競選團隊說 剛這場活動就預計能籌到2,500萬美元 拜登團隊說 這將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務款活動 活動的核心內容是三位總統在台上對話 由深夜脫口秀主持人斯蒂芬·科爾伯特主持 此外還有遙時歌手灰恩·拉蒂法 本普拉特等知名演員和歌手登台表演 不過場外也有大批抗議者聚集、高呼口號 甚至還和警察大打出手 不滿拜登對中東戰爭的處理 同一天,川普參加了一位31歲殉職警官迪勒的追悼會 迪勒25日肯執勤時被兩個前科累累的職業罪犯 當街開槍射殺 留下妻子和1歲的兒子 而擊中迪勒的兇手 是21次被捕又被釋放的職業慣犯 川普說 我們要制止犯罪 我們要回到法律和秩序 我們要改變很多事情 因為這樣的現狀行不通 犯罪太頻繁 而白宮則在星期四表示 拜登又向紐約市市長表達他對這個悲劇的哀悼 X平台上民主人士Alex Chen說 雖然川普現在手頭還是有些現金緊張 但是為了照顧犧牲警察的孤兒寡務 他爽快出手還清了敵勒的防態 這個說明他真的心愛警察、法律和秩序 關於四位總統齊聚紐約的奇景 引發了美國人的討論 三位總統在禮堂中譚少豐生為競選籌款 而一位官司前身的總統卻冒著與漢王執法的公佈 力挺警察 那麼你會選擇怎樣的人來做總統呢? 請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區分享看法 距離11月大選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拜登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四十 而川普競選團隊預計下星期四月六日 在佛州中旅灘舉行一場盛大的籌款活動 活動由對沖基金巨頭約翰保爾森主持 目標籌集3,300萬美元 打破拜登這個星期創下的籌款金額紀錄 保爾森說 我們的籌款活動反響熱烈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籌集了超過3,300萬美元 這次晚宴的規模相對較少 名額也快要到上限了 參加川普籌款活動的38位聯合主席 包括曾在其內閣任職的人士 前駐英大使伍迪約翰遜 以及美國各地的億萬富翁 表明儘管川普面臨刑事指控 他贏得到很多共和黨的頂級捐贈者的支持 邀請名單上的名流包括 唐業大亨范居爾、石油大亨哈姆、 土場巨投資偉恩和魯芬、 前商務部部長羅斯、 保守派億萬富豪密室等人 外界預計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將是有史以來最昂貴的總統選戰 懸掛新加坡各旗的大型貨船達利號 撞上巴爾迪摩大橋的支撐橋架 導致橋倒塌 目前推定6人死亡 而大橋撞毀可能會引發史上最大海上補賠 拜登政府3月28日以火速向馬里蘭州提供了6,000萬美元的第一筆應急資金 用來清理殘骸以及重建大橋 路透社報導說 路合社董事長布魯斯·卡內基·布朗 向CNBC表示 我們正在著手部署資源 預計這將是對整個行業的一次重大索賠 這個事件可能會造成幾十億美元的損失 路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再保險公司之一 擁有50多家會員公司主要是從事海事和財產保險市場 而權威信用評級機構神星DBRS的分析師在報告中表示 保險損失總計可能在20億至40億美元之間 這個具體取決於港口被封鎖時間長短 對於巴爾迪摩大橋被撞塌 雖然美國宣布這是意外事件 但是近期網絡還是流傳出很多說法 最多的指向中共是整個事件的幕後黑手 甚至有消息說 藏喬的貨船達利號的航運公司行政總裁 正是在德州剛剛離奇去世的美國運輸部長 趙小蘭的妹妹趙安根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就是 藏喬事件可能與中共的牽引技術有關 是遠程操控船隻精準撞向大橋 據Joe Hoopter網站的獨家報道 撞擊大橋的利達貨船是由協同海運集團管理的 而這個集團與中國有密切的業務關係 並且是專門從事遠程系統監控 報道說這個集團是一個在全球運營的大型船舶管理公司 而在他們管理的600多艘船隻中 中國船東佔給份額最大 另外這個船務集團提供關鍵任務服務 包括全面的技術管理 比如發揮、維護、採購和遠程系統監控 還有船員管理 比如船員的聘請、培訓以及工資等服務 還有海市服務 比如脫探服務、海源健康和保健、新造船設計和監督 以及包括安裝節能設備在內的項目管理 近期一名非法移民網紅 來昂內爾莫雷諾不斷在網上教唆其他非法移民 如何利用美國的法律流動謀利 包括霸佔空置房屋以及不工作就能得到救濟等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正在通緝 這名假釋在逃的非法移民 而佛州已通過法律將重罰佔屋佔地者 請看報導 莫雷諾來自委內瑞拉 他在TikTok上炫耀怎樣白食白住 吸引了大批追隨者 直至這個月 他的帳號已經有超過50萬粉絲 不過日前帳號已經被關閉 莫雷諾在網上教人 怎樣利用美國保護租戶的法律 幫非法移民霸佔空置房屋 他還在TikTok上嘲笑美國立稅人 炫耀自己的不露而禍 他用西班牙語在很多短片中 嘲笑那些來美國從事清潔 建築和懸疑工作的移民同胞 還說 我穿越里奧加蘭德河 不是為了好像奴隸一樣工作 我來美國是為了標記我的領地 莫雷諾曾在短片上聲稱 自從非法進入美國後 他和家人每星期都能領取350美元的政府救濟金 並且每星期都能在視頻平台上 賺取多達1,000美元的收入 而對於這些白食白住的人 佛州要動手落 3月27日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正式將HB621 簽署成為法律 加大對佔屋者的處罰 並授權執法部門 可以立即驅逐他們 這項法律從7月1日生效 他將確保業主 不再被迫通過又長又貴的訴訟 來驅逐佔屋者 如果非法進入強佔房屋拒絕離開 業主便可以要求執法部門 立即將其驅逐 另外 新法案還對擅置佔屋者規定嚴厲的處罰 佔屋者造成1,000美元或以上損失的 屬於2級重罪 對財產進行欺詐性廣告的屬於1級重罪 也就是 在沒有合法授權或所有權的情況下 出售或出租住宅物業者會遭重罰 28日 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已經致涵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宣明 會在4月10日提交 談及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的動議 據瓦虎新聞的報導說 紐約大都會運輸局為改善交通通過美國首例 塞車費方案 只要車輛進入曼哈頓中下城區 就會依照時段和車種徵收費用 最快6月開始紐約大都會運輸局表示 曼哈頓作為紐約觀光景點也是商業金融重振 徵收塞車費要改善尖峰時刻交通流量 鼓勵民眾搭乘公車和地鐵 請看報導 不過 因為面對物價上漲、新水動漲 再加上一筆筆飛的塞車費的開銷 所以反對升浪不少 因為開車進入曼哈頓60階以南城區 小型車每人需要付大約15美元 卡車和遊覽車23美元 大型車更高達31美元 另外 計程車等叫車費率也跟進條狀 夜間也沒有折扣 對此 紐約大都會運輸局執行長利柏坦然 紐約的交通量比美國任何地方都多 現在正在採取一些措施 反對升浪來自周邊城市的通勤族 例如新澤西州等鄰近城市 針對塞車費提出訴訟 很多外地居民不方便乘搭大眾運輸工具 只好開車進馬克頓 徵收塞車費就是將成本轉嫁到民眾身上 還有人認為 紐約的交通堵塞政府不是著手改善紐約的基礎設施 而是採用限制人出行來解決問題 簡直太荒唐 極左的政策越來越像中共的手法 解決不了問題 就將提問題的人解決了 不少人認為 如果政府收拾車費 真是沒有人願意在紐約這個城市做生意 或者居住了 或許可見 或許可見 用後離開 延伸 改詞 駆 你 收拾